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其實這個張爸爸張媽媽出來 希望事情平息 我覺得父母難免 希望說兒子不要受到傷害 可是他去傷害別人的時候 你沒想到 傷害到什麼地步 而且這個事情比較適合 你還把它撞下來 你的兒子以後會創更大的禍 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他同樣都為人父 高雄捷雲 馬律師 瑞德 也都為人父了 包括我 你會不會挺身而出 作為父親 不是挺身而出的問題 是你遇到子女發生 不要說子女 你的親人發生這種事情 你都會出面 但出面不是你是主體 像這個爸爸說 不然你去抓滾了有沒有 讓你出口氣 這樣就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的兒子 並沒有從這件事情裡面 學到教訓 然後以後不要這樣做 你支持說 讓對方這樣出口氣這樣而已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台灣 你會怎麼處理 台灣有一個 叫做小小頭蚊 大小小 要說我的話 我一定會處理 然後了解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到時候 比如說在成功你的 傷害的賠償來幹什麼 對不對 你也要 而如果要賠的話 真的啊 我覺得馬律師的那個說法很好 小孩子要去打工 又是幹嘛 你要去賺回 要去想辦法去賠人家的錢 不是爸爸拿出來就好啦 這件事情上面也是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成年了 我們法律上面的規定是 我有撫養你的義務 那法律上 刑事在十八歲 明是在二十歲 然後但是在二十歲以後 你就是一個成年 成年後 其實你的所作所為 你所有的一切 都跟爸爸媽媽無關 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我們都會去怪他的爸媽 你不搞好 你這個孩子不搞好 有什麼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你做老爸 還有就是你怕 對方不知道是誰沒代價的 還是什麼 你基本上是財是好 你不知道 所以你怕你孩子到時候 會不會被強千三百萬本票 還是怎麼樣不知道 所以我們做北部一定會出面 幫他處理這個事 可是問題是 這就在於怎麼處理 我是覺得 你不是自己跳出來說 我變成主體 你知道今天有什麼 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那麼張爸爸張媽媽 照他們兩個禮婚之後 爸爸帶著長子 媽媽帶著張正亮 然後張正亮也是去 爸爸的彰化工廠掛一個經歷 可是張正亮的說法 我們也值得把它作為一個 為什麼 兩邊的說法是 可以作為一個研究 為什麼變這樣 重點在他為什麼變這樣 我相信他一開始 不是這樣的人 然後問題就在於 爸爸說他管太嚴 所以變這樣 那所以在跟爸爸的相處 顯然聽說後來就跑掉了 後來就沒回去上班了 所以表示你們父子的感情 對不對 是緊繃的 然後他不喜歡這個環境 對 我問你 他不喜歡環境 照料就跟任何兄講的一樣 他去接觸了這個所謂的 你喜歡嗎 他去接觸這個 不管是道商兄弟也好 還是博弈以後 一 錢來得太容易了 你也撒塌有沒有 可能還有其他的車子 然後可能還有其他朋友 他在發生這個事情之前 在李K喝酒 我們在這個月的1號 才開放這個八大行業 舞女陪侍喔 我不知道他去的李K 到底有沒有 那時候有沒有 有女陪侍了沒有 我還不知道喔 那時候還沒有 是從16號開始 今天開始 才有所謂有女陪侍嘛 對不對 他去那喝酒 喝一喝之後要去散場 對 所以要散場之後 他不知道喝酒 要的朋友開車 不知道發生這個事情 那我問你 他在這個環境裡面 紙醉金迷 然後他的個性習慣用 暴力拳頭解決事情 他也去散場那個MMA 他散場就要怎麼樣 剛剛那個博威兄 MMA說什麼MMA不死 就去散場就要了 對 他會把你打得半小事 可是你散場就要這個 我跟各位講 台中有什麼以前 我們說台中的那個 自然賣到什麼程度 我們台灣為二兩天 在看電影的時候 去到殺手在後面 還是有外面 總理也開成打死 而且兩出電影 都是警匪槍戰 他都等到警匪槍戰 那邊在拼拼拼有沒有 這開成打死 台中 為什麼說 那麼到了 不是有一位醫師說 叫他老婆台北來的 不要等紅綠燈這樣看 台中是我們全台灣 沒有連續六起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長短槍開成打死 最多的開了二三十槍 就等紅綠燈開成打死 當然有的是有恩怨 有的人是不送 你知道嗎 然後剛剛講到說 剛才開成 我們之前都講 那是過去的台中 治安不好嗎 我們逼平行而論 林家梁州台中指定有沒有 有三十個月 台中治安是六度第一名 那時候整個治安壓下來 那當然維安特勤隊進駐嘛 然後呢 可是你要知道啊 你也要知道啊 就在今年 台北這裡有一個 那個船心 開車載女朋友去台中玩 好像過三公路上面 他也有夠所以過台中 跟人有沒有 對方騎車三十萬 在後面先到四大廳 塞過來 撩後 我跟你說 個人也有相同的經驗 我個人是對方 把窗戶搖下來 開山道這樣拿出 然後外面就跟我這樣 然後我處理的方式 就比較斯文文明一點 我就把旁邊的球棒 拿起來這樣 拿到球棒 是因為我平常 帶我兒子去打棒球啦 對啊 所以就 我現在一定要這樣講嘛 對不對 帶我兒子打棒球啊 所以都放車上嘛 就看這樣子 看了一下說 你這支比我比較長喔 就把那支比我比較長喔 他就開車走了 可是今年發生在台中的這個 高豐原路段的這一個先生 他沒有那麼好運啊 對方騎了 開到他旁邊有沒有 那個窗戶搖下來 穿起來就把他撞 撞了就直接射穿車窗 這樣打進來 他旁邊還住了他女朋友 對 沒有打中他女朋友 算又要萬幸啊 打中了他剛才 搖那個方向盤 砰的打上去 抓一下 然後呢 都還搞不定怎麼回事 對方揚長而去 然後他趕快 大牙叫得到下來 看我的手 不敢相信 然後再看那個彈孔 然後在家 還問人家路過的人說 這是哪裡 這是哪裡 已經驚慌失措到這種程度 雖然後來有破案 對 雖然後來有破案 但問題是 各位你知道嗎 我去查近年的資料 台中有個當部被 掃射62槍耶 雖然都有破案 你知道嗎 還有一些 掃射62槍 然後還有包括 高小孩 從去年到今年 有高小孩在七起 七起是豪宅 是吧 心情不好 喝酒後開車 下來對空名槍 十幾槍 警方說 他是個別事件 他沒有打人 他是對空名槍 對空名槍跟打人 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呢 三個高小孩 十七歲在台中 然後幹什麼 完槍 打到 不想打到自己 你知道嗎 趕快送醫 然後騙說 不知道為什麼 槍很多 還有 女生要先跟人家談判 女生 把槍放在她的皮包裡面 結果還要走出來 結果對空奪槍 就打得軟七八糟 女生有槍啊 有 你知道嗎 所以這些事情 我說他們 我現在 台中的警方 就不服氣嘛 對不對 不服氣說 這個 但是我必須這樣講 眼光可能說 台中資産 他覺得很驕傲 不是的 這些都有破獲 但是它都有發生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我請教柏惟 你爸爸對你嚴嗎 爸爸還好 還好 我們父母很得數 如果說 夠有腰部的部分 我算很得數 在腳上 怎麼說 我記得我們母 小孩的時候 我六七歲了 又在國學 我的廚房 我沒有在煮菜 我在外面 在飲水機 媽媽那個紅色的是什麼 熱水 熱水 我也說你刺啊 你刺你就知道 我逆腳買 我來刺一下 放一個碰到正式 那又有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 你自己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絕對不可以怎麼 不可以交拍朋友 不可以十二點回來 不可以打電動 不可以學社會 用說的不好 你好躺著 躺著一遍 醫藥就不敢了 你手也是要存在插電孔 我沒有存插電孔 那是電腦 但是這個 個別的父親 所以 所以 你覺得這個年輕人 為什麼會這麼暴力 他們為什麼會越來越多 我認為是 家人對他記胎太大 太大 記胎喔 爸爸是企業家 錢這樣出入 社會地位這麼高 你能想到 他回到一定時間 有可能會跟他兒子說 你大小孩像爸爸這樣 那你在拚經濟的社會 和我現在在拚經濟 出力做一個月兩塊八三塊 你的工作 我要拚到跟你一樣 要拚到你說幾年 我當然要找金錢來談 我就必須要 可能要揮法 要違法 這個東西其實 用一個大環境來說 叫做 社會安全網的概念 以前 民調有一句的 叫做青冠南團家務書 你要知道那個時候 家務 是變了幾年 是三五百人的那種家務 所以他家庭裡面 有自己的地數 現在不同 現在工廠社會 可能爸爸媽媽 孩子做不同的工作 所以他叫做社會原子化 就是說 我們的經驗 遇到的人 相信的朋友不同 我以前叫老爸說 可能去做堂哥 找表姐 訴苦 爸爸打我 叫青冠南團家務 因為家庭有秩序 我們現在家庭沒有秩序 我們三個人 所信用的 家庭都不同的情況 如果家人出事 我一定找到外面的人打 所以社會安全的環概念 就是為什麼 過去那種家庭秩序 在現代社會 劣結之後 以前大家庭說 你不要假薄 那人家的事情 現在就是需要大家假薄 林里之間 如果看到怪怪的 孩子都破名回來 旁邊都有塑膠味 到底發現 要假薄 假去跟他們盜 稍微 因為我現在 等一下給我來請教吳老師 因為我現在發現 有一些別物會來講 他說我們就須壓 在工作你做 但是 叫孩子已經大了 叫他來盜做 我都發薄薄給他 一國月可能來做兩三天而已 就不來了 不來就說 你家庭會打電動 薄薄 你也就發露給他 不不不不 沒所謂 沒所謂 你就怕他亂來 但是他不來 結果他粗兩句了 你也抓他沒辦法 不然北部很無奈講一句話 他如果不要去吃毒做麥就好了 現在變成很多這樣 有沒有聽過 無奈又無奈 很無奈啊